日本生鲜农产品在流通中的损耗几乎为零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视频我来告诉你其中的真相 在日本生鲜农产品在流通中的损耗仅为1%到2% 而在咱们中国流通中的损耗达20%到30% 数据显示在中国农产品交易流通过程当中 一年的损耗量达到了上亿吨 价值达到了3000亿人民币 通过这个视频了解下日本的做法 你就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了 建议你点赞收藏或者下载下来慢慢的看 第一个就是在日本农产品是在产地进行分级品控的 日本的农场的水果蔬菜在采摘过后 农户在田间地头就进行初级的分级分级 这个环节虽然是由农户自己来完成 但是产品的品控标准必须按照农写所提供的标准来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农产品在第一个环节就被处理掉了 视觉大大的提升了流通的效率 减少了后端分级分选的压力 第二个方面就是专业的预冷 分级过后的农产品 农户会把它送到附近接农血的预冷工厂 第一时间进行预冷 确保农产品的品质安全 对于保障农产品在后续的流通至关重要 一个农血的预冷工厂 可以覆盖周边20公里的农场 周边的农产品采摘过后 都会第一时间送到这里来预冷 第三个方面就是二次品控 预冷过后的生鲜农产品 直接送到冷库中进行占存 农血的工作人员会在冷库当中 对农产品进行二次的分级分选 主要是检查之前的分级操作当中 有没有明显的差错 第四个方面就是商品化的包装 日本农血所下的地区 都有自己的包装工厂 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 生产不同类型的包装 农产品在预冷过后 就可以直接进行包装了 这样的包装方式 主要是针对要流通到 大型超市卖场的产品 如果经常去日本的朋友 就应该知道 日本超市的农产品 都是包装很好的 完全是标准化的 第五个方面就是渠道的分配规则 这一点也是日本降低农产品 损耗的关键 果树内的生鲜农产品 70%左右都是卖到当地的指销所 这些指销所大多都是 农血自己投资建设的线下门店 其他的30%左右 会运输到东京 或者其他城市进行售买 通过对日本农产品流通的分析 给我们带来几个重要的思考 第一 降低农产品损耗的关键环节 其实在产地端的第一公里 在这个环节 做好农产品的分析和贫控 非常重要 对比今天的中国 产地供应链做的好的产区 他们的农产品不仅仅损耗低 而且还能卖出一个高价钱 第二个方面就是流通过程的标准化 用标准化的周转箱 来单元化的存储 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产品 流通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目前中国农产品 在流通过程当中 周转箱的使用率非常低 周转箱的标准化 会直接影响到存储 装卸 验货 交易 等各个环节 当然了 还有诚信问题 在中国同样是装箱 里面往往会存在着 以次冲耗 这会导致每一次的流通交易 都会打开的检查 那必然会带来各种的损耗 这一点呢 日本就不一样了 日本农产品的包装上面 不但有名称 产地 生产日记 价格 还有农户的姓名和家庭信息 如果你在产品里面 出现了以次冲耗 可能会发的一个倾家荡产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要在问题当中去寻找商机 中国一年有上亿一顿的 生产农产品损耗 随去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 就可能迎来全新的商业机会 今天 中国的互联网 让农产品的买卖越来越便捷 价格来也越来越透明 但是 如何降低农产品流通过程的损耗 这是个大问题 希望 日本农产品流通的模式 能够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思考 好了 点赞关注黄老师 带你获得不一样的商业思维